欢迎收看9月27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萱 首先带您来看到 花莲县政府致力于城市永续发展 积极的来推动校区财病后的空间火化 26号县长徐正蔚特别前往会刊 县内多处财病校区 来了解闲置校舍的维护管理 以及火化利用情况 期望透过有效再利用策略 来提升资源效益 让我们花莲县长来看各位啊 花莲县长徐正蔚 在教育处代理处长王淑敏 及相关单位的陪同下 26号依序前往平和国小无权分校 北林国小南平大区域幼儿园 及永峰国小视为分校 了解闲置校舍的维护管理 及活化利用情况 欢迎来到家 我们要谢谢大家 我们来看这里 整个环境也没有要改善 徐正蔚对于各单位的努力表达肯定 并强调 活化空间是推动城乡均衡发展 及提升社区活力的重要措施 县府将持续推动相关政策 确保资源充分利用 促进城市永续发展 记者 许立琴 凤林郑报导